那我们持续要看到在这一回 包含了这个莫斯科号 当然呢不只是打击俄罗斯 同时大家还关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呢现在接下来可能俄罗斯 就要展开一连串 就像老师讲的好很生气 这个情绪的部分 一连串的报复行动 那以飞弹来攻击制造 海王星飞弹的冰工厂 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俄罗斯是轰袭了 在乌克兰海王星的飞弹工厂 一次就是为了要 报复莫斯科号遇袭 并且呢对各大城市 已经来进行一个猛烈炮击 那么乌方还认为说 在莫斯科号上面很可能 是有搭载核弹 现在阵入了核底 发生了所谓的断舰危机 好现在大家很担心 所谓的这个大家先前 其实因为呢俄罗斯也讲 如果说呢他不排除 会再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弹的可能吗 国务员 这个断舰 其实好像以前有部电影 也是一样名字嘛对不对 那其实为什么叫断舰 断舰其实是美国的用语 它是针对这个核子武器 或者是核子电厂的 相关的核武器等等 它如果发生非军事的爆炸 可能是因为一些意外啊 或者他自己有些保养不良 等等问题 或不小心掉下去 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他用断舰来形容 其实我觉得整个乌尔战争 的确资讯很混乱啊 包含这次莫斯科号也是一样 首先莫斯科号上面 到底有没有核弹 大家扣除美国CIA 这样的系统之外 其他的各个国家的媒体都说 上面很有可能有两枚核弹 但是美国人告诉大家没有核弹 然后再来包含这个莫斯科号上面 450名所谓的官兵们 西方的主流媒体都说 他们多数都阵亡 只留下50个人 被土耳其的渔船给抢救到 但是俄罗斯的媒体告诉大家说 成功的450人都获救 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我不懂 但以上面有没有核弹这件事情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今天其他国家的媒体 研判上面有核子弹 那请问今天乌克兰打飞弹打过去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吗 然后今天你告诉大家 今天大家告诉我说 把他集成之后 到海底之后 核弹头到海底很危险 要去把他抢救回来 请问你当下打过去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打核弹 他不直接核爆吗 难道乌克兰没有这样的资讯吗 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问题 所以其实回到整个 这个这是莫斯科战争 莫斯科要被集成的事情 我跟各位讲其实今天莫斯科俄罗斯 他不是第一次在黑海吃别 大家不要忘记 最早最早3月8号的时候 就有一个毕可夫号在奥德萨附近 他被集成 然后毕可夫号是1300公顿 比较小型的这个军舰 他当时被什么东西集成 叫做多管火箭炮 多管火箭炮其实他就在岸边 然后他是没有制导性 他这个没有特别导航性 他只会对一个方向来发射 他有点像我们散弹枪一样 他是想一个散弹枪往同一个方向发射 发射很多枚飞弹之后 不小心击中毕可夫号 所以毕可夫号被集成了之后 新闻没有特别大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可以告诉大家说 今天可能是这个 虾猫遇上死浩子 不小心这个打到了 所以俄罗斯觉得说 只是你不小心打到没关系 但没过多久之后 还有另外一艘更大的军舰 叫做奥斯科号 他在博德杨斯克 就是这个乌克兰东南部 也被集成了 他当时被什么东西集成 他被圣甲从战术地对地的飞弹 好当时他为什么被集成 因为他其实就停在军港里面 所以他就拿地对地 所以乌克兰拿地对地飞弹 就直接把他集成了 所以这两个所谓的这个武器 不管是多管火箭 包括地对地飞弹 他都不是反舰的飞弹 所以俄罗斯会认为说 可能好 乌克兰对于反舰的飞弹坑呢 虽然他知道有海王性的这个研发 但没有实际用在战场上 所以俄罗斯可能觉得 还好也没关系 直到这一次 莫斯科号被打掉之后 然后俄罗斯还经理解决说 原来海王性号的反舰飞弹 是有实际的效用的 而且是可以把我一个 这么大的莫斯科号集成的 我跟各位讲 莫斯科号被集成有几个含义 第一个 它叫莫斯科号 就刚刚郑老师有讲的 拜托你大家去试想一个 今天有一个这个 国军的飞机 国军的船舰叫中华民国号 叫台湾号 如果今天这不小心被集成的话 多么丢脸啊 它是灌有这个国家 或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名字 它是非常重要 它是有绝对指标性的 那大家或许不知道 莫斯科号它的重要 它的大小在哪里 它是像俄罗斯第三大的军舰 第一大是什么 第一大是这个库茲尼佐夫航空母舰 这是最大的 再还有一个基洛夫级飞弹巡洋舰 第二大 所以莫斯科号是整个俄罗斯 第三大的所谓军舰 那或许有人会说说 今天同样这种光荣级军舰 难道俄罗斯没有其他地方 有啊 刚刚林教授有讲到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啊 那的确就是因为 土耳其在19360年的时候 一个蒙特勒海峡制度公约 好 当次公约签计之后 土耳其对于 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行权 它有它的决定权跟控制权 所以今天俄罗斯要从 其他黑海以外的地方 开一艘跟莫斯科号同级的军舰 这个旗舰级的军舰来 是进不来 因为土耳其不放旗 它就进不来 那或许有人会说 那今天是不是 莫斯科号被打掉之后 代表俄罗斯在黑海的 海军的控制能力 被大大的减弱 或甚至变成劣势 我刚刚讲不会啊 整个黑海舰队 当然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旗舰级的母舰 没有错 但其实还有很多 不同的巡洋舰 包含还有 七艘的潜艇宇宙黑海里面 所以其实整个黑海 在黑海的整个制海权 还是被俄罗斯给控制 但问题是莫斯科号被击退之后 的确会有产生一个影响 就是刚刚罗教授也提到了 整个它的俄罗斯的 这个黑海的舰队远离 开离比较远 远离奥德萨了 那远离奥德萨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记得奥德萨 刚刚地图旁边 还有一个叫赫尔松 两个地方不远 赫尔松过去已经被 这个俄罗斯给攻占下来了 然后奥德萨 久攻不下来 莫斯科号跟他黑海军队 停在岸边 六七十公里的地方 他其实是有这个飞弹射程 他可以去帮忙防御 或甚至进攻所谓奥德萨 不要被其他的 乌克兰军队给进攻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今天把莫斯科号 这个整个黑海军队赶走的话 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空优的 这种飞弹的这种防卫权 他就比较 或是进攻权 他就失利了 所以会变成比较 陆定战争的 彼此面对面的 一个直接对抗 所以会让整个 俄罗斯军队的优势 会被比较减免减少 甚至会有一点点烈势 所以今天回到 这个整个事情 我觉得今天 当然很多人会说 莫斯科号不是有 很多制空系统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挡不住所谓 这个海王星飞带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大家会说 这个有什么无人机 TP2无人机在那边 这会当 声东击袭啊 但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美国的 E3A的侦察机系列 在高空不断的飞拉 其实各种不同的美国 不过它的军事武力 包含它的位积等等 不断给 所谓的乌克兰军事定位 这个莫斯科号的 坐标定位 让他们有个 比较精准的打击 但最后我要讲 这一次这个事件 我觉得很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精心策划 因为如果是精心策划的话 其实对整个乌尔战争来说 是个很不利的讯息 为什么不利 因为过去 乌克兰是个防守方 你说把飞机挤下来 把这个黑鹰直升机 把这个直升机挤下来 这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是 面对俄罗斯的进攻 我用防空飞弹把它打下来 但问题是 因为这次莫斯科号 他停在海边 虽然他是有提供一个 飞弹的一个优势权 但他没有特别去 特别进攻哪个城市 你今天特别把莫斯科打下来的话 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这种挑衅 那今天俄罗斯要不要一个回应 要不要一个 惩罚性的一个回应 当然要啊 除了把基普附近 这个兵工厂打完之外 他会不会有更多的 所谓的巡异飞弹 甚至各个不同的方式 去进攻所谓的乌克兰 让整个战争局势 再度的往上升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 已经有点收敛了 这次可能是因为莫斯科号 整个战争局势又会流转 又会变成比较对立冲突 比较大规模的冲突会出现 这对于乌俄战争结束 不是个好事情 是 林教授 好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有去讲到的 就是说莫斯科号 他的一个名字 其实他就有他的意涵存在 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 类似的状况 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 二次世界大战 在德苏的战争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叫做史达林葛勒 以及列宁葛勒 当时这两个的话 其实就后来 德军的一些回忆录里面有说 其实这些都只是个城市名字而已 但是因为他叫做史达林葛勒 所以当时史达林就说 一定要去把这里面夺回来 然后当时德军也变成说 他一定要把这一场城市打下来 所以有时候这种命名反而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 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的一个错误 其实我们值得去看 那这里的话我简单补充一下 刚才有去提到 就是到底那艘船上有没有核武 说实在这边我们要去比较明确的 一个去定义 军事上的一个定义 它可能有的是核子弹头的飞弹 但是不是有核子弹 不是有类似我们看到什么 轻弹那种大型的一个核子武器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认为如果从一个外交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乌克兰就说 这个东西这个船成了很危险 里面可能有核子武器 他希望的就是说让黑海周边的全部国家都无法置身于世外 让他们会认为说今天核子这个如果外泄的话对我们都很重要 那我们是不是要一个打捞或者是封锁海上 或者是在海上这一边是不是要去划出一个禁止的一个航行的区域 先去进行这个核子的一个不管是打捞也好或收救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一些这个科学的一个探测 那这里的话他会希望的就是像土耳其 罗马米亚还有像这个乔治亚 这些国家都可以去介入 这也是其实是一直以来乌克兰以及泽伦斯基 他希望的让这一场乌俄之战 更加走向全球化国际化 让更多的国际来关注这件事情 这样子就是对乌克兰较有利的一个战略 是因为像乌克兰的总泽伦斯基是不断的向大家喊话 包含了先前好像来谴责 不管是美国啦欧盟啦或者是北约的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呢根据刚刚我们看到 到底这个船上有没有这个核子武器大家很担心嘛 因为如果说真的有的话是不是很 这个对全球都会有影响 我们来看到了现在大家提出了疑问 根据美国的这个情报界的官员评估说 认为说这两枚反接非在击重 但是认为说莫斯科号上面 在美国的部分是不认为是有核武的 那么在乌克兰军事智囊团主任 认为是有核弹头而且是两枚 还有在英国的美日邮报呢 以及乌克兰的国防快报同声警告 在莫斯科号设计上可携带弹头的安装 好的这个是超音速的P1000的飞弹的弹头 能够来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 好这个部分大家的看法不太一致 那另外还有莫斯科号如果被击沉的话 到底是美方提供了情报吗 英国媒体认为是英国的部分 先无人机信了莫斯科号防御系统之力 再给予致命打击 而且在案发前数个小时 美国承认他们一直有提供情报 来实行对俄军的精准打击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在看 好请教罗教授 很明显的美国也在后面插手了 为什么呢 而且是越来越明显 对像林教授刚才讲到 像这一种的飞弹 基本上是1970年代的产品 基本上来讲不是很先进的东西 它是次因素的 可是它为什么能够打成莫斯科号呢 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因为怎么样 它是一个在贴着海边飞行 然后它是打到船的吃水线上方的 一两公尺的地方 然后打一个大洞 然后它可以打到两三层的一个钢板 所以它一个打过去的时候呢 它就把那个钢板一下打成好几层 所以这个时候就算是你的水密部分 把它所有的船舱都关起来 可是它连到海里面的船舱够多的话 它也会造成 我们看到那个素瓦斯 在风浪之下它倾斜了 也就是说它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它的一边已经被打了一个大洞 然后水部就灌进来 所以它才会倾斜之后 然后慢慢地写下来 然后慢慢地沉没 这是为什么一枚两枚就可以打成的一个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也表示说 这个军舰确实是反舰飞弹打成的 不是水雷也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反舰飞弹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我们看那个海王星 它是一个移动式的 它并不是固定式的 它移动式它必须要配合一下一些雷达的东西来搜索 可是这个雷达的所有它是有限制的 也就是说这一款飞弹能够打中这一个莫斯科号 很明显的是有人提供这一艘军舰的确切位置 因为它是一个惯性导航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最后阶段的雷达巡波 雷达巡标 也就是说它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要知道这个飞弹在哪个位置 我只要查到发向发射就好了 发射到一定位置之后 它就贴着海军的飞行 然后慢慢好快要到目标的时候 它打开雷达就找到目标就钻进去了 所以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谁给它这个情报 谁给它这个讯息 这看起来明显的就是北约嘛 是美国嘛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这场战争 越来越像是北约在指挥乌克兰军队打仗 而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军队打仗 这个关键是越来越像了 所以这个地方对俄罗斯确实是不利的 因为北约的它的情报收集的能力 它的卫星那么多 情报收集那么强 莫斯科是比不过的 俄罗斯是比不过的 所以这为什么常常说 成都的将领或者是指挥官 莫名其妙被打死了 或者是什么样 什么军舰突然被打沉 像这一次莫斯科号 还有什么战车 突然就被打烂了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显的 指挥者是北约 而不是乌克兰队国防部 或者高级将领 只有这样子才能解释 为什么这场战争 打得越来越 越来越奇奇怪怪的 越来越奇怪 就是你觉得差不多了 好像可以大家好好谈一谈 就又有事发生 要好好谈一谈 又有事发生 只要乌克兰的军队占上风 折连世纪就不会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他的基辅被包围的时候 他就愿意谈 然后怎么样 他说我可以不加入北约 这是可以谈的 这是可以谈 可是当俄罗斯的军队 撤离基辅之后 他的调门一下高起来了 一下你们要怎么做 怎么样开始指挥全球了 哇 那个是很厉害的 OK 那你表现怎么样 这个泽连世纪的态度 是随着战况的转移越有力 他的态度越强硬 那就形成一个问题了 这场战争要解决的话 恐怕不是我们说 俄罗斯打一打乌东 打一打乌南就可以解决了 这会形成到我们后来 会讨论一个关键的议题 就是俄罗斯要不要打基辅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不打基辅 他不投降 谈不下去 就没得谈 对 就没得谈 所以这个最后的核心问题 我们还要直接看下去 是 那我们持续好看到 在这一回的俄罗斯号 遭到击中之后 很明显现在乌克兰的军武力量 有了我们提到 美国北约在尘尧 所以感觉是越来越强大 那么是不是也就是 像是老说的俄罗斯大战 恐怕距离这个镜头 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甚至现在在乌克兰部分 使用武器等级是越来越高 那俄罗斯先前 其实就不断的警告 他们是有底线的 那么美国跟北约不断的介入 等于是给乌克兰武器支援 已经让这场战争 就升级到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它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它会让其他世界 可能有战争潜战一些国家 都在思考 我要不要重新发展核武 据我们台湾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 韩国 大家知道 韩国过去跟韩国一样 曾经有偷偷发展过核武器一样 但是这时候韩国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因为他面对北韩 北韩其实有核武的发展 他面对北韩的军事的倾倒 其实韩国有71%的南韩的军民 他记不记得 台湾早期的时候 也曾经借由发展核电厂 偷偷发展过核武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当时不小心被美国发现之后 就计划告终 韩国一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 当时南韩的总统胡正希 他也是想要秘密发展核武 最后也是被美国发现 当时美国有对他保证说 我会给你一个安全的保证 让你放弃发展核武 结果现在南韩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了 因为的确北韩不断有核武的 侵袭的威胁 而且最近可能要进行 第七次的所谓的核武的试爆 所以其实南韩人民觉得很危险 面对这一次乌克兰乌尔战争 他们更觉得 美国所谓的安全保证是不可靠的 大家不要忘记 乌克兰的领土主权 其实由美国跟俄国 还有英国等几个国家 签订了所谓布达贝斯培忘录之后 其实保证它领土主权完整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培忘录到现在 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发生 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效用 看起来好像一半一半 所以韩国当然也担心 如果到时候 200韩不小心发生战争的情况之下 请问美国对它的安全的保证 能不能处施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也是我们邻近国家 那个国家叫日本 当时安倍晋三 其实也曾经讲过 他实际是想要 重新发展核武 为什么还有这个议题的抛出 主要原因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初 乌克兰如果没有放弃核武的话 请问还有今天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这句话超有说服力 的确如果今天乌克兰 还是当初的 第三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的话 我相信俄罗斯 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 但是的确 安倍晋三这句话 被现在的首相安田文文雄给打领 为什么 安田文文雄他是个广岛人 他身受 当时他身受这个核子武器 这个被轰炸一个侵害 所以他们是讲求一个 反对核子武器的 但我的意思要讲说 乌俄战争 坦到俄罗斯似乎 要发动核武战争 其实影响到不只是韩国 不只是日本 还有许多各个地方 可能发生冲突的国家 都在思考说 今天我是不是要 重新拿起核武 这样子一个技术的发展 这的确对于未来 整个全球所谓世界安全的和平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那持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刚刚就像我们提到了 德国的部分好像有点改口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日前就是德国副总理哈贝克 他说要均援乌克兰 100辆战车的计划 要全力支持 但是现在说均援战车给乌克兰 将会使得西方成为俄国目标 所以现在改口了 但是还是有其他国家 还是继续的 不管是均援的部分 或是均援部分 我们请教林教授 这边的话我们要先讲的是说 德国他均援的战车 是什么战车 之前的话我们有看到 他其实是要均援暴衣式战车 可是说实在暴衣式战车的话 它是那个腰动武的一个 口径的一个火炮 基本上来说 它已经也是一个 比较落后一个时代的一个战车 它可以去负担 现在的一个任务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为什么俄罗斯他会很要求的是说 各国其实对他 对这个乌克兰的军援 得一个军援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他也注意到 现在各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其实有一点改变了 我们先说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其实他很多是提供这个标枪飞弹 标枪飞弹跟过去飞弹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过去俄罗斯体系 他们都是用RPG 它是打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俄罗斯的一个战车设计 是比较扁平的 而且它正面装甲会比较强 它是要去挡住RPG的飞弹 可是最近的这一种标枪 它是飞弹是会先往上窜 去攻击战车的头顶部这个地方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战车的头顶是比较弱的 OK好之前的话 美国为什么我们说 英国这次很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标枪 都是先从英国间紧急运过去的 那之后的话 我们也刚才有看到了 不管是这个刺针 或者是什么星光飞弹 或者是最近的话 英国又提供了 英国自己都还没有完全 在使用的LMM 岩石的岩 岩子的岩 岩岩飞弹 也提供给乌克兰了 那等于说其实现在 乌克兰拥有了其他国家 都还没有使用的新武器 那当然对这个美国或英国 或北约国家来说的话 它是不是把这一次的乌尔兹战 当成一个武器的实验场 这个当然是我们可以持续去观察的 可是除了去当一个实验练兵的地方之外 美国跟北约国家 也开始去把一些过去比较旧的武器 通通都给乌克兰 最直接的就是像这一次 已经提供了M113 这个装甲运兵车 以及一些M119一些火炮 那相对来说的话 这会代表的是乌克兰 它是不是要反守为攻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可以去看 那至于反攻的话要公买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 跟各位观众朋友来做解释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 美国开始去抛售这些旧的军备 或者是在实验一些新军备的时候 我们要结合另外一个新闻 一起来做分析 就是之前美国五角大厦 把这些军火商全部都叫过来开个大会 这会议上面主要叫谈什么 我个人会推断的就是 第一个是要讨论的是 OK可能接下来乌克兰的军援的一些项目 可是最重要的是 美国在进行一个军事事务的革命 因为他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带来的变化 因为其实今天 今天乌克兰用了很多的方式 不对称的作战的方式 或其他方式来对付俄罗斯 那未来会不会也有其他国家 用这些方式来对付美国呢 所以就比喻战车来讲好了 现在我们说都是打这个战车的头顶 那美国我的M1战车 或者是我的下一代的战车 是不是要去强化我顶部的防御 或者是说在看到这场战争之后 在无人机的使用 或是这个Starlink 这个星链的计划等等的整合性 低轨卫星的整合性上面 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作为 那我美国国防部 把这些需求全部开出来之后 交给你们这些军火商来去做研发 这个其实才是美国 他在打的一个如意算盘 就是他开始在计划 下一场战争要如何进行 好然后他的武器 就可以持续的做升级 这个当然就是 他一边的一个升级 同时也会借由这个战争 来达到他的一个战略战术 甚至是军火外交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